哈喽大家好 我是妖图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芬兰和瑞典 5月18日 以中立为信条的芬兰和瑞典 递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信 随后俄罗斯将伊斯坎德尔M型战术导弹 部署到了俄分边境 这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两国能不能顺利进入北约呢 对于旁人而言 一直恪守中立的瑞典芬兰两国 突然宣布加入北约 令人匪夷所思 但实际上 两国加入北约一点也不奇怪 上世纪70年代 芬兰曾试图作为联系国 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80年代芬兰加入欧委会 95年加入欧盟 冷战结束以来 芬兰和瑞典曾多次参加北约军院 可以说这两个所谓的中立国 早就和北约穿一条裤子了 那为啥一定要现在加入北约呢 据两国自己的说法 加入北约是为了寻求安全保证 这说法很值得琢磨 实事上这两个国家感到不安的 可能并不是大家所想到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乌克兰一拳没打开 反而把自己的底库展现在世人面前 俄罗斯深陷乌克兰之后 对于芬兰两国加入北约 能用的手段也有限 只要不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想要打芬兰两国 还真得考虑考虑 毕竟这两个国家军事力量都不弱 芬兰地是北高南低 中间竟是冰原 沼泽森林湖泊 非常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装甲展开 不仅如此 芬瑞两国还拥有极其恐怖的战时动员能力 芬兰有能力在战时迅速动员28万名士兵和60万人的预备仪 瑞典战时具备动员80余万以上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两国也是工业制造强国 尤其瑞典 瑞典能自成体系的独立研发先进的第三代机 瑞典最有名的英诗战机与台风战机 阵风战斗机 并成为欧洲战机三雄 虽然普京公开强调 北约希那两国对俄罗斯不构成直接威胁 但是普京这种没有威胁 更多的是一种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的无奈之举 俄罗斯不是美国 没有同时打赢南北两场战争的能力 既然威胁不来自于俄罗斯 那威胁来自于谁呢 北约 瑞典和芬兰当初为何能保持中立 首先就是因为当初的北约和俄罗斯的势力比较均衡 无论是导向哪一边 另一边都会动粗 倒不如做个两面人 两边都不得罪 两边拿好处 但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之前俄罗斯顶着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名头 能唬住不少人 但现在乌克兰一战 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全方位制裁 再加上对乌克兰越来越疯狂的军援 战争长期化使得俄罗斯国力进一步空耗 原本就脆弱的武力平衡逐渐倒向了北约一边 现在对于芬瑞两国来说 周围邻国纷纷转蓝 而俄罗斯实力不济 那么芬瑞两国最后会被蓝海淹没 要知道北约现在可不是什么防御组织 当初北约绕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以及策动科索沃独立 都表明了北约的侵入能力完全不亚于俄罗斯 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永久中立国 一切躲过战火的所谓中立国 其实都存在各种意义上的必战措施 要么没油水 要么不好打 要么大国之间投鼠忌器 要么能哄得交战方一团和气 要么干脆就是甲中立真倒哥 比如比利时的卢森堡 也是所谓的永久中立国 而且他们的永久中立条约 还得到了英国 法国 奥地利 沙俄 普鲁士等八国担保 由于没啥避战措施 德国收拾法国的时候 哪次没顺手把这哥俩给灭掉 你不参与这乱世纷争 这乱世纷争可不会独独放过你 既然打不过 那就只能加入 那么芬瑞两国会不会成功加入北约呢 过程可能会有点小挫折 但是加进去是早晚的事 北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爱苏丹第一个跳出来 土耳其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芬瑞两国在土耳其境内支持恐怖组织 即所谓的库尔德工人党 而根据北约相关规定 新成员加入需要全地成员国一致同意 所以土耳其的表态相当于一票否决 但问题是 芬瑞两国是中立国 怎么会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武装恐怖组织呢 两国支持的武装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 其主体是库尔德人 人口约3000万 这3000万人后来被殖民者分别划分为四国国民 伊拉克 土耳其 伊朗和叙利亚 这个明显找势的划分法 导致被分入国对其极其不信任 对他们实行不同程度的高压政策 长时间的高压压制 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认同 使得这位于中东四国的库尔德人 独立运动愈演愈烈 说白了就是要独立 一方要独立 一方不让独立 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但库尔德武装打不过正规军 有些激进派就开始想歪主意 用恐怖袭击的办法进行报复 所以土耳其一直将 库尔德武装定性为恐怖组织 土耳其位于亚罗大陆的十字路口 属于是正儿八经的三周五海之地 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为了不让土耳其一头倒向俄罗斯 美国人就怂恿着土耳其加入北约 但土耳其实在是太闹腾了 向西 土耳其跟欧洲争夺地中海资源 向东用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 不断给美国使叛子 人的原因又只能捏着鼻子接受 但美西方是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土耳其做大做强的 其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就是欧美大国 牵斥土耳其的关键一招 上午和土耳其一起声明 美土亲善 下午蒙上脸给库尔德送武器的事 美国可没少干 但后来被土耳其发现 场面一度很尴尬 面子上下不来了 但土耳其不遏止是不行的 所以美国就找了个代理人 继续扶持库尔德 这个代理人就是芬兰和瑞典 但问题是 土耳其真的会和北约死抗到底吗 很显然大概率不会 芬兰和瑞典支持库尔德武装 是出于政治需求 而非出于自愿 且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的目的 就是牵制土耳其 但现在遏制俄罗斯 比遏制土耳其要紧 如果拿库尔德武装 来换取土耳其支持两国入约 对美国来说是个稳赚不赔的事 虽然态度强硬 但爱苏丹话说绝 事不做绝的风格 使得双方一直保留有谈判空间 土耳表示 土耳其不会关闭北约 对于两个申请国敞开的大门 翻译一下就是 快来跟我谈判呀 快来快 但爱苏丹的条件可不少 一解除武器禁运 二取消对购买S-400防空系统的制裁 三瑞典和芬兰声明库尔德工人党 及其派生组织为恐怖组织 四重新加入F-35战斗机计划 五批准购买F-16战斗机的新篮子计划 这还不够 据传土耳其又打算对芬兰和瑞典政府 关于库尔德问题提出十项要求 包括要求瑞典和芬兰承认 库尔德武装组织及其分支是恐怖分子 芬兰和瑞典停止支持库尔德武装组织 应土耳其的要求加快引渡 库尔德武装分子的程序等 趁机狮子大开口的国家 还不只是土耳其 匈牙利 克罗地亚也打算捞一笔 匈牙利在法治问题上与芬兰有过过节 而克罗地亚因为被北约长期边缘化 也心怀不满 克罗地亚总统米拉洛维奇表示 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是相当于激怒俄罗斯 是十分危险的冒险举动 我们会急于阻止 言外之意 这得加钱 那么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对俄罗斯而言会有什么影响呢 短时间内来看影响不大 他们本来也算半个北约成员国了 瑞典外交大臣林德曾表示 预计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 最多需要一年时间 但看安苏丹动辄一个谴责 实相要求的姿态 和匈牙利克罗地亚 不横载北约一刀 不罢休的范儿 这个时间可能预计的还是乐观了 况且一旦其他国家效仿 那就更说不准了 毕竟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店 不载白不载 长期来看 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将全面恶化 瑞典与俄罗斯国土相对较远 影响较小 主要还是芬兰 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飞地 加里林格勒 芬兰入约之后 就能和同为北约成员国的 爱沙尼亚死死卡住芬兰湾 俄罗斯的圣比德堡出海口 将完全被北约国家所覆盖 这样一来 直接切断了俄罗斯本土 向加里林格勒的不寄线 那么靠加里林独自去面对 一大堆北约国家 难度非常之大 或者说不可能 除了飞地安全得不到保证 北约对俄罗斯本土的威胁 更让莫斯科寝食难安 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存在 使得北约可以从两个方向 对圣比德堡进行钳制 而部署在芬兰境内的飞机 仅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飞临圣比德堡 这将会大大压缩 俄罗斯的应对时间 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 俄罗斯也没有足够的兵力 在边境部署重兵 俄罗斯是一个太有爆发力的国家 也是一个绝对不可以示弱的国家 从闪击乌克兰时 高喊的去北约化 到现在 原中立国纷纷用脚投票 现在摆在普京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在继续维持国家体面的情况下 拯救这一切 与俄罗斯相比 中国是一个太有智慧的国家 一带一路实施后 我国国际环境明显改善 原本用来反华的东盟 成了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亚五国也弱化了 对中国的敌视态度 就连强硬反华姿态上台的 韩国总统尹锡悦 在登上总统大位后 也开始惊严慎行 或许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 能给未来的俄罗斯一点启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期节目的 请给我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